当前半岛局势趋于紧张 这是中方不应该看到的 必须指出 半岛局势发展至此 主要是美方政策反复 未能坚持以往对话成果 无视曹房合理关切造成的 比如缓解在某些领域对朝制裁 停止联合军演等等 关键是要行动起来 而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愿意无条件对话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